2014亚洲青年女子排球锦标赛进入了排名赛的阶段 中华女排队前教练板口宪政也在场边关心 后来的中华青女面对实力有段差距的斯里兰卡 全队轮番上阵轻松的以直落三获胜 明天24号将会和印度争取第五名 中华小巷扣沙德兽 面对实力有段差距的斯里兰卡轻松就拉开比分 在亚青排球锦标赛5到8名的排名赛 以直落三获胜 过去曾经执教中华女排六年的板口教练 也在场边关心 拥有不错资质的中华青女队 除了因为磨合时间过短默契不足 压力过大而无法施展身手之外 其实麻烦的是伤病问题 教练一而必须将攻击手郭静怡谊调至自由球员 补上林妙化手指骨折的空缺 一个自由球员你的培养 你可能是两年三年的时间在培养 你把郭静怡的角色把它转换成自由球员的话 其实如果以我来讲他这一次已经算很称职了 这个位置很重要 就是要带领别人 然后自己也要接好 然后还要帮别人 然后不是我以前是攻击手 然后又是副位 可是基本上不用接什么球 然后就可能能顾好自己就是已经很好了 然后现在要顾大家 我就觉得要点大 郭静怡转换成自由球员 只练了两个星期就上阵 面对完全不同位置的挑战 仍是坚守本分 只希望能够帮助球队 就是既然经验比人家不好 就是要更认真 然后去拼每个球 即使你经验不好 只能靠你的毅力吧 不管输赢就开心的打球 享受最后一场就是这个舞台这样 中华轻女学习享受压力 接下来24号的五六名之争 中华队将要面对印度 目标将第五名 六在台湾 联合报器许家用 曾思路张一琪 台北报道